好记忆代代传承 来头不小的 别样风筝 宋式风筝 体材呢 多取材于人们 常见的虫与鸟兽 今天我们也专门 带了一支 双头鹦鹉风筝 送给咱们这个节目组 也希望各位选手 能够拿出最好的状态 找到理想的工作 这是个奇女子啊 她有四大奇怪之处 经历丰富的奇女子 登台求职 是为挣脱束缚 我真的没见过一个 毕业了八年了 八年了 大学的本科生 上一份工作收拾3000的 说你从头到尾 工资就没有变动过吗 没有 最近发生什么事了 你穿到北京来了 我妈就非让我结婚 你是逃婚来的是吧 你是不是上错节目了 没有 站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你爹妈知道吗 播了就知道了 赶紧说两句 也太煽情了 谁跟你删情了 我让你老实交代 大学期间两次创业 几十次的兼职 不但让我完成了大学学业 而且借此回报了我的父母 创业收益回报家庭 坦诚弱点亿万收获支持 自己设计的平安股 当时我卖的价格 比别人贵三倍 但是最后我的产品供不应求 这真是很厉害啊 客户员都是从哪来的 我就用免费的端口 辐射信息 你对自己的弱点 根本无感 没有认知 你的弱点是什么 你未来孕夫问你呢 太爱我女朋友 你看 我满意 我满意 谁让你站起来 对对对 我想表达我的 对你这个人才的重视 在大学期间呢 我曾多得在国家级 以省级的比赛中获奖 也曾自主申请 并授权了二十项专利 你们在你们学校 是不是搞发明创造的 风云人物啊 是 专业人才的交流特质 经历求职陷入将举日 就让这个锁体 在锁上门了之后 可以上下移动 一小段距离 然后那个小偷 就找不着锁控了 你把一挺有意义的事 说得这么没意思 我也是罪了你知道吧 你要把一个发明讲清楚 你要让别人能理解 当然一个人 能表达好是好 但是我们要考量 他更重要的方面 我都觉得他挺耍小聪明的 其实他并没有研究技术 如果要是所有人 都说我好的话 那我可能没有 往前发展的机会 你也让他说你不好 通道清醒 聪明没报 这里是大型互动 职场招聘节目 飞女莫属 欢迎节目 主面试官 突雷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来 请坐 欢迎来到天心卫视 飞女莫属 我是突雷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 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来 掌声有请12位嘉宾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今天的银发组板块 掌声有请两位老人 您好 您是 我是他女儿 女儿 长得挺像的 你好 老人家 您介绍一下自己 各位老师好 以及现场的观众 大家们都好 我来自河南省凯峰市 汴京宋氏风筝 我是第五代传人 宋天恒 这是我的女儿 六代传人 第六代传人 做风筝的传人 您今年 六十九 六十九 来 您好 您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高杨 今年六十五岁 还在上班 他的介绍别具一格 我们先采访一下宋老爷子 宋氏风筝的传人 您是第五代 五代 第五代 对 这个宋氏风筝 跟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风筝 有什么不同 他这个据传说 也就是说 在老人说 他这是在北宋时期 就是压 皇室里都流传出来了 这个记忆画文 皇室风筝 这皇帝玩的风筝 跟我们玩的风筝 应该不一样吧 它是流传出一种 绘画技法 就是听老人们说 宋徽宗呢 仙霞至于 喜欢画风筝 然后放飞 有一次呢 这个风筝不小心 线断了 流到了民间 所以这个绘画技法 就流传开来了 这个宋氏风筝的特点 到底是什么 它的题材呢 多取材于 人们常见的 虫与鸟兽 组装骨架 方便携带 骑飞快 飞行文 不用助跑 我们这个手艺 是家传的手艺 是河南省 飞舞之文化遗产 也是地地道道的 开封手工艺品 后来我们就把 汴京宋氏风筝 申请注册商标 再后来 我们把一些风筝 申请了版权 申请了外观专利 宋老师设计的 双头鹦鹉 已经申请了专利 双头鹦鹉是我们家的 一个经典品种 鹦鹉它有非常好的寓意 在中国呢 它是爱情的象征 它特性是爱家护家 鹦鹉也是长寿鸟 所以我们把它 做成双头的造型 也寓意着就是 百年好和比翼双飞 鹦鹉还有一个特点呢 它就是比较聪明伶俐 学习力强 今天我们也装上 带了一只 双头鹦鹉风筝 送给咱们这个节目组 这个啊 对 也希望各位选手 能够拿出最好的状态 找到理想的工作 这是鹦鹉做的 形象呢 它比例和真的相似 您介绍一下 这个制作工艺 难在哪啊 好的 我们是从披竹子开始 选好这个所需要的材料 然后是纯手工的 扎质骨架 纯手工的绘制 整个过程 需要2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一只风筝 对 一只风筝 贵吗 这会儿就600元起 这三个风筝 都是600元起 都是600元起 有人买这种 这么漂亮的风筝 拿去飞吗 万一限断了怎么办 他有时候也做软装饰用 那旁边那个是 做装饰用的是吧 这是观赏型的风筝 它的保存时间 会更长久一些 那两本的东西 这两本是我父亲 做的摆跌图 我父亲因为之前 用眼睛度 他视力不太好 但是在06年呢 他参加了这个 明天文化抢救大会 被评为河南省首批 明天文化 接触传承人 然后鼓起了 他这个干劲 在06年08年 创作了 他一直非常想创作的 一共做了两套 因为他说国家 这么注视我 我一定要留一些 好的作品留下来 所以这是我父亲 最满意的一套作品 你晚年了一点时间 我一记不清 有多长时间 就是反正是 已经走到 到路本开始走 起来回来回国 光天然想看不见 是突然之间看不见的 他是办病退的时候 就查到眼睛 好几种眼睛奇病 青光眼 白内障 然后视网膜变性 然后他想治好 但医生说你不用治了 因为你治好其中一种 另外两种也会导致失明 他一直等 结果他等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眼睛也没彻底瞎 然后他又去找这个医生 医生说那没办法 是你的心态太好了 为什么要那么辛苦 那是养家糊口 现在呢 现在干嘛 还要这么辛苦 现在不用养家糊口 现在不这么辛苦 那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对 不用那么辛苦 然后我来继承 父亲这尾手艺 因为这是你们家臣的手艺 不能在我这儿丢掉了 肩上的责任太重了 所以说我们不以销售风筝为主 现在主要就是开展传承手艺 积极地开展这个飞翼课堂 因为我们 授课收费吗 收费的 我们只收一个材料包的费 我来授课 我们去年搞的就实施上 您妇女俩这个授课的收入 大家有多少钱 三千亿万块钱吧 一个月 还可以 年轻人报名 学的人多不多 挺多的 挺多的 我们机关团体 给客户搞体验活动 还可以做亲子活动 还可以做孩子 这个春手工的活动 这样的话呢 不仅传承了手艺 也倍增了我们的 一个时间和收入 我想问一下 那个宋老先生 我还真的是 今年的春节的时候 带着孩子 我们还真做了一次风筝 我觉得这里头 有一个窍门 就是你那个重心 就是你那个绳子的重心 到底是寄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个挺关键的 我不知道你们能给我们 传授一下 这个窍门在哪里 它在中间呢 有一个鼠面 这个鼠面是个垂直来 它这个面 它有弯曲 在你脑子里 给它形成一个横并 给这个鼠呢 是一个90度 90度 90度以后不是 比方这个 这个闪到闪并了 就是说 在它这个边 比方是30公分 是15公分左右的中间 给它挽一个盖带 往第一个走 一公分 到一公分五 一公分板 更复杂的 你听懂吗 我是听懂 但是它讲得复杂了一些 它那个接受能力比较差 听不太懂 这个是 80 5度左右 80 没事 这个再让它买光碟去 老爷子 他准备做多少年 他现在 我主要就是 要把他身体养好 把这门手艺 我们更好穿张下来 就可以了 我父亲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的文化水平不高 但现在看他做的风筝 还是非常的漂亮 他的心里面 他的脑子里面 有太多太多好的设计 所以现在我们就用一句 降心 来形容我父亲 我觉得是太贴切不过了 我们来聊聊 这个高阿姨的事 您现在从事的工作 什么工作 我现在在加拿大 在一个当地的公司 我的工作内容 等于有两块 一块是报税 这个原因 是我原来在加拿大的时候 先是在国内退休 完了在加拿大 报了一个会计班 我学了一个会计的 一个专业的大专 之后我就 在一个会计师事务所 帮他们会计师报税 我很享受工作 你退休之前 在国内干的是什么工作 高级工程师 电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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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了休了 你怎么想着 跑加拿大去学财快了呢 当时国内的 如果是我自己本身 是很喜欢工作的人 那我如果在国内 返聘的话 就是一年最多两年 你找工作 我都咱且还想得通 你跑那还学门手艺 再找工作 这就很了不起 对 我拿到那个 大专文凭 在加拿大 我是四岁 是啊 这就很了不起了 你现在这个年纪 要么就是养孙子 打打麻将 溜溜狗之类的 你还去学门会计 有一点不同 在国外 有的人工作到很老 我现在工作 那个公司 一个老太太白人 她工作到78岁 78岁 退休 那年轻人还怎么活呀 那你准备干到什么时候 在工作两年 在加拿大 67 完了之后呢 我希望能做一些 跟养老有关的事情 哪方面 现在老年人比 年轻人多 如果需要 比方说 加拿大的养老的模式 那我可以参加一个班 完了我可以学一学 可以 能不能搬过来 让大家有一个参考 如果能做这方面的工作 我很乐意做 那我觉得刚才那个 刚刚一说得特别好 就是我身边的 我这个岁数的人 都开始讨论退休问题 可是您还开始 对未来的这个工作 有规划 就是我特别想知道 是您一个人 就是这么想 还是您的家族和朋友 都这么想 我觉得这个事呢 中国有一部分 比方说我们家人呢 工作的都比较长一点 我爸爸呢 大概他退休了以后呢 其他地方聘他的话 他也去工作 我的姐姐那就 那是比我大了 她现在在美国 她也在工作 尤其是国外很多人 他们就是我身边的 七十多岁的工作的人 有的是很多 包阿姨 其实我有个问题 想问您 就是我在国外 经常看到 年纪很大的这个老年人 在快餐店里面工作 或者在其他的这个 服务行业工作 那么你怎么看 我们老年人 比如说早点退休 去跳娱乐 去游玩 去跳舞 还是去工作到老 我觉得每个人的 看法都不同了 就是说您人总是 有一些追求一些享受吧 说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有的人呢 他可能很有才 比方说旁边 这位宋老先生 我个人感觉这个工作呢 应该说是三营 我刚拿到我的一个化验单 56项的化验 验血 全都正常 那我觉得这是工作 给我带来的 我相当于 对我个人来说 相当于锻炼 另外家庭也会有收获 就是说你自己身体好 有收入 你不会拖累亲人 这是对家庭的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的方面 我不大有这个看病的这个开支 也就是说的 社会方面 为我支出的可以比较少 我觉得这是个人家庭和社会 三营的一种局面 那你自己又享受 为什么不做啊 对 我昨天晚上写篇文章 叫找一个正能量的爱人 来爱你最好 就是两位 你们可以看到 他们身上有一种正能量 这种人恰恰能够给身边的同事 和亲密的人 给他们一种生活向上的感觉 这点就非常好 但现在我们有些年轻人 总是给身边的一些人负能量 哎呀 这个不好做啊 那个不能干 这个人不可靠 那个人不可信 搞得好像这个 看上去像慎之又慎 很谨慎的样子 但其实这种消极的状态 使得我们对将来 充满一种消极情趣 也许世事就是无偿的 但世事的无偿 恰恰是生活的精彩 什么东西都想清楚了 那么明天还有什么意义呢 非常感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 给我们一种正能量的影响 谢谢大家 来 来 来 好 谢谢 谢谢 我叫郭美慧 我是来自东北的女孩 东北人的性格我全身都具备 乐观 大方 热情 让我敢想敢做 喜欢美食就去寻找 想要开阔眼界就去领略人文与美景 站在台上 我预计老板们会对我的几次转变感兴趣 我也会用我认真的态度回应他们的问题 郭美慧 最爱从事的是财务相关的工作 今天来到菲尼莫 今天来到菲尼莫署栏目 想为自己寻求一份财务数据分析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菲尼莫老师好 这是个奇女子啊 她有四大奇怪之处 第一个奇怪之处 毕业之后每一项工作和专业都不靠 第二 她的人生履历当中和大妈有不解之缘 第三 家庭生活当中有一些至亲和亲戚都得过癌症 但都不治而愈 第四 恋爱感情道路异常坎坷 我说的没错 没错 那我们先说 为什么你每一份工作跟你的专业都扒杆子打不着 大学时学计算机 因为当时吧 学计算机还算是比较热门的 然后就是也是跟风吧 毕业之后呢 也在北京做过一段时间的那个网络编辑 但很短时间 然后家里父母就身体不太好 回家了 然后在电视台工作 天令市电视台 怎么跟你的专业都靠不到一块 我也不知道 还是说你从来就没有想过 用自己的专业来找工作 兴趣不是在那上 就是为了混账文凭的 也算是吧 这么说好 这选手这么聊天 对 为什么你那个本科读了五年呢 我想问问 中间有一年我父亲得癌症 明白 这就说到第二个问题 你的父亲得了癌症 对 你的一些亲戚朋友也得过癌症 对 但是都痊愈了 对 我也觉得挺 都奇迹般的 你说一下 这事怎么说 就是我大学时候 我爸爸就是 就大二吧 得肠癌 结肠 我当时打击挺大的 然后中间休息了 一段时间 然后 我大爷得过一次胃癌 然后前两年又得一次猴癌 咽喉 都好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痊愈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啊 我觉得 心态吧 心态 心态比较乐观 把你们家的食谱 待会儿给我们 每人烤杯一份 OK 好不好 也许他们家的饮食习惯是 这个抗癌的啊 希望大爷和你爸爸 永远身体健康啊 说说你吧 为什么到现在未知还未婚 有多坎坷 就什么样的都碰着过 什么样的都碰着过 哎呀 就是我觉得挺极端的 说来听听吧 都没女孩嘛 就是有时候会吵 会说话大声 然后大学时候 塌了一个 然后我有一次 聊聊聊 我就大声喊了一声 然后他啪一下就跪下了 我吓一跳 你啊了一声 噗通给你跪下了 对 就是挺奇怪 我觉得很诡异 我也觉得很诡异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动手大人了 有一个 你打他 他打我 他打你 嗯 弹了多久 就是刚要弹 刚要弹就打你 嗯 就是我们在聊一会儿 等会儿吃不吃饭去 我们一直就是 没有弹好 然后他突然间静一下 就动手了 所以你遇过了这些 所谓的生活当中 极端的例子 你就不敢谈恋爱了 是吗 有一点 急吗 家里挺急的 急啊 那今天先找完工作 好 但是你最近有没有 这个谈对象结婚的安排 近期没有 没有 也就今天应聘的工作地点 可以是五湖四海 可以是首选上海 然后北京 你现在住哪儿 现在在北京 为什么首选上海 好几个女孩 跟我说上海挺好的 哪儿好 就是比较小资 你也看着不像个小资的人呢 内心小资啊 哪个女孩不小资 你要求薪资多少 八千 今天求职的意向是会计 对 会计 有会计资格证吗 有 我问一下这个工资的问题啊 就是 我看一下你前面的工作都是两千三千三千 而且毕业八年了 但是你这个八千家 这个给你的差距很大呀 是不是在北京之前 问过一些朋友 在这个大概能收入多少 北京从那儿也是五千 没有关系的 你等一下你是刚来北京吗 我一月份来了北京 所以你之前的工作经历 都是在铁岭对吗 在水阳的 OK 我知道大家为什么有这个问题 因为东北大学是真正九八五二一一 对 我真的没见过一个毕业了八年了 八年 东北大学的本科生 上一份工作收入是三千的很少见 不可理解 怎么回事 而且小姑娘看起来 谈吐各方面还都不错 又不是那种怯生生的 咋回事啊 可能是我也是新到这个行业 然后 说实话东北的电子商务嘛 肯定是做网络相关的 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什么大公司在那边 陆老师 就这个我特别不理解啊 就是你那两份工作 都是做了三年 所以你从头到尾 工资就没有变动过吗 自己考了会计资证 对吧 为什么 为什么三千 老三千 就忍了这么久 那边工资低啊 你怎么忍的呀 你没有提前过吗 和公司 你提过吗 或者你知道你同事他们在涨心吗 每年 我朋友他们是有涨的 但是我也跟老板提过 但是他们就是 就没有 但是你为什么当时从东北大学出来 不出来闯一闯 是不是因为离父母进还是什么原因 就是离父母进 那你这次怎么又要出来呢 嗯 这次也没跟家里说 这次受刺激了 对 我觉得三十岁了应该出来了 他们也能放心了 是你们家里不让你出来 对 不让出来 你回家父母给做好饭 跟父母一起住吧 不是 啊 我自己住 打脸吧 那你三千块钱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等一等 三千块钱 那你三千块钱 怎么不够花呢呀 你父母对你管那么严 怎么会不要从你一起住 是你逃出来的吗 是我逃出来的 我就特别想知道 你最近发生什么事了 你窜到北京来了 没什么事 就是我我妈 我妈就非让我结婚 你是逃婚来的是吧 是不是是不是 被逼得很紧 逼得很紧 很烦 是 所以逃到北京来了 是 而且对 你现在此时此刻 站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你爹妈知道吗 不知道 还不知道 播了就知道了 赶紧说两句 也太煽情了 我觉得 谁跟你煽情了 我让你老实交代 谁跟你煽情了 你好歹知道 你在北京 你放心 在北京 我觉得这边挺安全的 用不着 真的 挺安全 他们很担心 我这种事的 就是 爸妈 我在北京挺好的 挺好的 对 行吧 来 第一轮选择 最后历 大家都还挺喜欢你 谢谢 你很安全 天生我有财 学着电子商务专业 后来做了编导 现在又成了会计 你说一下你的职场规划 你到底要怎样 我现在在准备考CPA 我想在这方面走下去 在财务 还是想在财务上走上去 对 别的岗位不考虑是吧 对 要求薪资8000 对 底薪 对 有一项企业吗 哪家最想去 没有 你没看 你不看飞行魔术的 看 你看印象当中 有哪家是你特别喜欢的 没有啊吗 我觉得财务吧 就是有喜欢的企业 但是做财务 有喜欢的老板吗 你 那没有 有没有喜欢的老板 那没太 没有太 我觉得都挺好的 真的 真的 这跟你选择职业一样 也没有特别热衷的 也就是找一份工作 会计在网上 随便投过简历 可能找一份工作了 你为什么到费尼莫处上来赶回工作 我觉得是一个机会能展现我 展示我 会计要怎么展现 你是不是 你 你需要啊 你这要找很危险啊 我们会计怎么了 招你了 我们会计为什么要展现自我的负财 我还真不明白 会计怎么展现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上错节目了 没有 就是 我要问你的是 你做会计 跟别人做会计有什么不同 会计哪方面比别人做得好 会计是竞争最激烈的岗位 所以会计是个通用岗位 那么进入这个会计岗位的 这个薪酬都不会太高 是 梅惠 你其实在铁领电视台 做主持人的时候 离职是因为编制的问题 并不是因为自己并不喜欢这个了 是吗 对 你那个时候 做编导主要是干嘛 就也是策划专题 然后去做一些节目吗 然后才编之类的 对 当时是做一档娱乐节目 然后给做编导的 你是一定要做会计吗 比如说我现在给你一个编导 然后未来上升到导演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岗位 你有兴趣吗 我有兴趣 好 那我给你留灯到最后 我们现在大量的需要节目生产和制作前后期的人员 你去他那最合适 你们俩都是电视节目出生 两个人都是大龄女青年没结婚 你们俩可以成为好闺蜜 因为你从会计到审计助理这是一个不同的岗位 这一年的审计工作 你跳出来看你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地方吗 在事务所做的时候呢 当时审了一个是 它是新建了一个水厂 然后一亿多 当时审的这笔钱是怎么用的 当时我是作为神纪助理 另外还有一个主审 然后当时查到这笔钱 我们接待我们那个会计主管 他有挪用的情况 我直接就把这件事报给我们主审了 而且当时那个主管还挺强势的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对我的工作会有一些威胁 他直接这么说了 然后我还是坚持 郭美慧啊 你是把自己给呆废了 其实他还真不像东北姑娘 他的思维和一些谈吐方面 像南方人 而且以你的这个职业素养 如果你持续在一个行业生根的话 你一定不值八千 到现在为止 你应该是 其实是一个挺热爱生活的人 但是在事业上之前 没有太迫切的欲望 你是把自己给带飞了 可能当时初出社会比较年轻 我觉得有新鲜感就去做了 之前觉得开心就好了 你比较年轻 郭美慧呢 测评结果呢 是偏内向的一个人 所以为什么他喜欢做会计 这项工作 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内向 所以呢 会计更适合自己 我们看第二项是疑人性 得分不太高 但是这位选手摆在我们面前 大家都很喜欢他 他的疑人性为什么低呢 主要呢 他就是本身内向 所以呢 平时呢 不大爱跟人家闹很多 就显得疑人性不高 在研究型这块得分比较高 显示他这位选手呢 学习能力比较强 所以呢 他前面呢 学了电子商务 又马上能够转到电视台 又转到了会计 这位选手呢 整体数字是非常好的 给他评分呢 是七分加 八千啊 不挑 对对 对吧 对 如果这次应聘失败 下一步怎么办 如果没找他工作 我继续找啊 如果还找不着他 回铁岭吗 去上海再看看 逼婚讨出来的是吧 对 想找什么样的 对象啊 跟大爷说 我要求不高 说嘛 统绕本科毕业 本科毕业 身高一米八以上 这还不高呢 好好好 身高一米八 还有呢 尽量不要近视吧 你说我吧你这是 尽量不要近 近视不近视有啥关系 做手术完了不可以吗 可以 可以可以 我下个礼拜一动手术了 把眼睛做了 不过我告诉你 你的要求比李树林的要低 来 第二轮选择是回来 两个不符合要求的 不灭当局 但是还有十战争 大家喜欢的 真的是你的那种脾气 性格和气质 好 来 我们来听一下 他们推荐什么职位 记好了啊 六日游给你的岗位是 就是财务部的会计 我们英老文化 是一家公关公司 所以你如果来我的公司呢 你可以有机会去面对 不同的产品和客户 你可以有机会去选择 什么职位 那个活动执行 能够给你提供一个 在财务部的一个会计 这样的职位 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们是金山云 给你一个销售管理的岗位 我觉得你的性格 也很适合做加盟商的运营 我这边是做婚纱摄影的 为电影这个部门 我们就需要大量的编导 你也可以查识这个 他去你那工作 那个工作环境太刺激他了 所以说刺激对他有好处 是吧 汉动体育可以给你提供的岗位 有两个 第一个呢是节目编导 然后另外一个岗位呢 就是我们现在新玻璃 出来的这个公司的会计 苏巴酒店呢 会给你提供财务 我们可以有一个 这样的岗位给你 安眠会东方英 给到你两个 一个呢是财务方向上面 第二个呢 我实际就是招商的 这个顾问的角色 谢谢 工作地点在北京 虽然我们公司会计 肯定不行 我给你冲大岗位 十盏灯 灭掉八盏 留下两盏 心里有数吗 嗯 真有数啊 有数了 有数了啊 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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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谢谢 不好意思 酸奶 酸奶吧 谢谢 你以为你赢了 有请潮汐李淑玲 谈前不伤感情 来 请揭晓 编导五千 会计八千 五千是底薪 然后我们每一期节目 会有片酬 两千块钱的一期片酬 十期节目 然后编导们分 六人游七千 对 因为我喜欢低开高走 就是如果说我在台上 开的薪水低 那实际工作中 这个面试之后 他薪水给的比我 给的要高 你会很高兴 所以我宁愿低开 但是我希望你能高走 有没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还好吧 低开高走这种事 我建议要慎选 来 你又可以问一个问题 没有问题 我觉得有种 胜券在握的感觉 来 思考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六人游 汉动体育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 来 思考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六人游 汉动体育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汉动体育 去吧 我觉得我很喜欢这家企业 对大家也有一些了解 我今天来到 非你莫属的最大的收获就是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 接手了这样一群 非常优秀的人 在我心中是 一定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记忆 我是高鹏 逆境中 我始终坚信 风雨交会人微笑 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使我不断成长 期待我的表现吧 加油 高鹏 男 25岁 山东人 济南大学全程学院本科 市场营销专业 大家好 我叫高鹏 应届毕业生 我爱生活 爱旅游 并崇尚科技 更喜欢与家人 与朋友分享 小学我便赚取了 人生的第一桶金 大学期间 两次创业 几十次的兼职 不但让我自费完成了大学学业 而且借此回报了我的父母 今天来到 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想寻找一份 市场管理类 或者助理类的工作 以及各位boss 觉得认可 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其实看他的简历 每一条都很加分 跟我们说说两次创业 第一次创业呢 是我开了一家熟食店 那家熟食店 基本的成果是 稳定了我家里家庭的生活 每个月薪金大约是三千块钱 这样 我做的是营养的 还有鲜末豆浆 还有油炸麻辣串 这一块 这两个几乎都是暴力 自己炸 暴力 对对对 因为我一颗白菜 大约能穿个二三十串 一颗白菜多少钱 一颗白菜一块多 两块多这样 真是暴力 对对对 暴力 暴力 你改名我也看看这个 行 我看行 第二次创业是什么 第二次创业是和我宿舍里的社友 然后一起开了一家麻辣烫店 最后的话是不赔不赚 也就千万块钱这样 确实挺少的 然后还有很多兼职 对 你觉得这些兼职当中 你最有成就感的是哪一样 最有成就感的 当时在一家房地产那样的公司 做销售租赁的 租出去了 我租出去很多 最终我做成了销罐 做成了销罐 你租了多少房子 那个月拿了销罐 三十来套吧 一个月啊 一天一套 一天最多的时候三四套吧 这真是很厉害啊 租房子 等一下 你这个流量获取就别别人要高效率很多 就这样 你讲一下 就是早期和后期 你这个客户员都是从哪来的 好不好 因为你这个数据太惊人了 早期的时候我的客户员 因为我没有开信息端口 我就用免费的端口 铺设信息 然后别人打电话进来 还有一些客户 会在58上发那种需求信息 我想要租什么样的房子 在晚上的时候回到家里 我会挨个地给他们打电话 记录他们的需求 你这每天大概要打多少电话晚上 50个到100个左右吧 打通率有多高 就是你打出50个100个 还是打通了50个100个 打通了50个1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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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高 就沟通上来的事吧 这个量还蛮大的 谢谢 这个选手刚上台的时候 并没有引起我过多的关注 但实际上随着他的表述的 越来越深入我们发现 其实他在不紧不慢当中 其实有一种节奏感 不断不断地让我们 一步一步地发掘 他内在的一些价值 这其实是他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这个小伙子 他其实挺聪明的 接下来问到他的几个问题 都能够证明他做事是有想法的 来 谁有手机 把圆周率拿出来 他能背出后面300位 你能够倒着背吗 你可以啊 或者说 加点难度 比如说 5923的前面四个是什么 4944 对 对 那这个就很棒了 但是 2117的前面两个是哪个 2117的前面 前面的前面 前面的前面 前面是0348 刮目相看啊 我想展现一个营销人员 对数字的重视 数字在我这里就是客户最真实的需求 平安股 这个呢就是我自己设计的平安股 当时我卖的价格比别人贵三倍 但是最后我的产品供不应求 我投资了五百块钱 最终拿到了利润大约有两千左右 他这个东西还好 多好 你们喜欢吗女生 不是 有我的吗 有你的 当然有 女生 我这个给你 接着啊 他 你们上来拿吧 他这个 行啊 好 我来拿 谢谢 就图老师他这个东西很讨好 你知道 好看又经济实惠 这个东西啊 就抓住了女性的心理 对 然后呢就一苹果 是 包装的多姿多彩 然后又感觉到好像这东西不是那么便宜 是吧 挺聪明的 对 你是今年毕业的吗 今年六月份毕业 那你今天在这儿找实习工作 对 我想找一个份实习的工作 然后一直干下去 有地点要求吗 地点最好是在上海 因为我比较喜欢上海这个城市 再就是我女朋友比较支持我这一点 她也想去上海 对 同一年毕业吗 她考研了 她考完研之后她想去上海 北京考虑吗 北京也考虑 你要求薪资多少 6K 什么岗位 助理类或者市场管理类 好 来第一轮选择去回头 呀 呀呀呀 今天就要抢人了 来 亲生我有才 来 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我本来想背圆周绿来着 要不唱歌吧 要不唱歌吧 唱歌吧 你还会有点啥 唱歌吧 唱什么 旅行 行 来 掌声 这首歌 风歌 我回到这儿吧 牵涂到这儿吧 过两个番奏 开心 我都想起来 我可以选择 走远 她在才艺表演的时候 突然之间让她去唱一首歌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她敢去迎接这个任务 就是没有抗击 其实这就是职场当中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基本素质 我觉得这个表现还蛮不错的 唱得好还并不重要 总是要说才甜 相续又分离 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OK 我有个问题啊 为什么选这首歌呢 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一段又一段的旅行 而每一段旅行当中 都有一段你必须全力以赴要做的事 你刚才说过你爱生活 爱旅行 那么你旅行过哪些地方 然后对于旅行有哪些自己的特殊的感悟 我对旅行的感悟就是 开心就好 我去的地方其实蛮少的 比如北京 上海 青岛这样的 其实我想旅行 还是想象中 应该是很美好的 想旅行 对 我想去旅行 来来 老张 该你出场了 好 各项得分都是比较高 非常好 突出点呢 一个就是喜欢挑战 还有一项是什么呢 生活匹配这块 考虑的比较多 按照这样的选手 不应该是这么年轻 不应该考虑生活呀 女朋友 为什么 就是因为女朋友 对 她为什么喜欢上海 是因为女朋友喜欢上海 女朋友要喜欢月亮 咋办 摘星 我要真问你问题 你知道在一线城市 你会有更好的发展 对不对 你女朋友就提出来要回老家 你怎么办 让我考虑一下 你说一下你自己的弱点是什么 我可能比较坚守原则 在原则问题上会 你倒挺会夸自己的 这是弱点吗 高鹏你先回答和马哥那个问题 刚刚你考虑好了没有 你女朋友回老家 你怎么办 你怎么这么在意对的 那很在意了 辞职了就白捣你了 怎么办 她要回老家 你还去一线城市吗 去 那她怎么办呢 把她箭单过来 她不来 她就要待在老家 我会小至一里 动静一下 没用 你发现没有啊 她是个活得特别认真和用力的人 按说我说这个问题 是半开玩笑的 那真的让她很痛苦 所以我倒相信 她是个在原则面前 会感觉到痛苦的人 她不是 她很认真 她其实不是生活用力的人 她刚才恰巧表现出 她的智能 她把这件事情 当成一个问题来想 或者对感情认真 但是在工作当中 她是一个会借力打力的人 是有方法论的人 有个问题 他们回答就是说 她的弱点是什么 她刚才避重就轻 我坚持原则 坚持原则怎么是弱点 要么是 你是避重就轻 要么你是自我认知有问题 你对自己的弱点根本无感 没有认知 你的弱点是什么 你未来岳父问你呢 你弱点是什么 快点 快回答 太爱我女朋友 你看 我满意 我满意 好了 可以选了 来 如果你们 如果煞盏灯依然全流 每个人准备一千元的大红包 我们这好久没有爆灯了 来 第二轮选择续后流 这个该死的 这个该死的 多希望这个小伙子 今天能满载而归 人家就想去上海 在翩翩灭了她 你看那臭德性 又灭了 我告诉你 我不会问你们灭灯的理由 别问原因吗 你们不就是想说话吗 就不让你们说话 不是不是想说话 我在菲律博所的经验 像这种低薪资的这种人才 大家都认可的人才 在我公司里面留不住 就我赵回去的五千块钱 一个人都没有 一万块钱以上的都在 你是嫉妒别人吗 人家二十岁的时候 比你优秀得多吗 姚一波你干嘛灭啊 高朋友讲一下 我唯一一点就是什么 如果是你上大学的时候谈恋爱 你说你最爱女朋友没问题 但如果在社会出来工作 找工作的时候 你最爱的只能有你的工作 不能有你的女朋友 女朋友是第二爱的 哪有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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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不是这样的 如果说你工作胡换我 我一定是工作 而不是女朋友 肯定不是这样的 最爱工作 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灭灯灭的好没理由啊 一个嫉妒你的爱情 一个嫉妒你的才华 你想回答什么 我这个人是重感情的 无论是对公司一样 还是在对女朋友一样 我想在事业和感情上 双发展 来来来来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 所以我们不说这个 来 潮汐 谁让你站起来的 对对对 我想表达我的 对你这个人才的重视 你刚才说的 旅游会让你感觉到幸福 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个公司 这个岗位是最适合你的 所以我给你的岗位是 六人游的旅游顾问的助理 如果你选择我们的公司呢 我会给你一个活动执行的岗位 希望你能够加入到我们 加入到我们的市场团队 或许是做增长 或者是做用户的运营 我给你的岗位呢 是这个我们系统上线和调试的 这个实施 那斯凯乐给你的岗位 就是做市场类的 工作地点就在北京 谢谢 我爸感激给你的岗位是 上海城市的市场专员 那我为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市场部的总监助理 我发现你语速特别慢 但是思维反应能力还是蛮快的 我自认为我也是这样的人 我认为这样的人 在事业上多少都会有这些成就 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加入我的团队 并肩作战 谢谢 谢谢 高鹏你好 我给他你的岗位呢 是市场专员 也可以在上海 也可以在北京 苏华酒店给你提供的 在我们市场部 做这个专员 东方音呢 我想给你提供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呢 是加盟招商的这个专员 一个是市场专员 工作地点在北京 谢谢 十盏灯 灭掉八盏都晒了两盏 考虑好了没有 去吧 不好意思 可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不好意思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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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刘文均潮汐谈前不算感情 来 请揭晓 8500 7500 来 可以问一个问题 请问我这个 心经是实习期的心经吗 还是转正之后的 这个我希望是转正之后的薪水 另外我再补充一下 你这个岗位是底薪加提成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今年的招聘口号是 你加入我们 我们努力在北京帮你买套房 想想也就算了 想想算了 不不 你一定要挂在心里面 来 刘文君 我这给的是实习期间的工资 然后我说你在节目之后 你可以从侧面打听一下 我企业里边的高管 我买了很多套房子给他们 因为你的品质我特别喜欢 我打算自己亲自带你一段时间 好 谢谢 好 超西啊 以刘文君的踏实劲 他现在已经赢得了更高的分数 你要加钱吗 不加 不加 对 如果再加再高的话就有点虚了 太不现实了 对于一个应届毕业生来说 其实你挺虚的 行了 来 把另外八盏灯亮起来 来 赵小叶 七 六千 爱玲 两个岗位 一个九千 一个七千 是吧 来 过篮 六千 斯凯勒七千 段东七千 李淑玲 八千 徐昭六千 贾军 六千八 把七千五以下的都灭了 爱玲跟李淑玲 这两位女生 选择其中的一个代替 他们俩当中的某一个 也可以选择不代替 这是你的权利 思考十秒 你的答案是 我选择不代替 为什么 因为这两位比我的岗位 以及对我的重视程度 我感觉已经很符合我的预期 他们俩你觉得谁更重视你一点 我应该说高鹏 一定要选择让自己愉快的工作 那个人就喜欢来虚的 一会儿站起来说 这代表着真诚 有时候老板对你的重视感很重要 这样好不好 超西 为了表现你的真诚 二十秒钟之内 你把它送给他那苹果给我吃光了 也算是一种真诚了吧 要不要试一下 好 没问题 计时开始 加油 加油 我吃不动了 我认为他非常有诚意 不要有压力 小伙子 他把那苹果吃了 我还是觉得还挺可爱的 但这跟求职无关 有关系 有关系 一定要选择一个 薪水给你高的 老板又重视你的 而且又让你愉快地工作 这一点非常重要 好 来 考虑一下十秒钟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我觉得有这种胜券在握的感觉 六人游 聚焦摄影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聚焦摄影 去吧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给我个理由好吗 为什么呀 这把你说一个我能接受的理由 因为我以后的职业发展 我想往总监那个 营销总监那个方向发展 而且刘总说了要亲自带我 我还可以亲自带你呀 你咋不说呢 你说了也没人信 他就勾着吃苹果了 祝福你 谢谢 希望你获得 还有 如果你在他们的公司做得不开心 觉得没有前途的话 你可以去找我 好吗 这种情况没有 高鹏 记住啊 做人要讲感情 虽然你可以选择工作 但不要对不起爱自己的人 谢谢 今天有很多企业家为我留灯 也许是我的责任心 以及做事的条理 赢得了他们的认可 我还有很多需要成长 需要学习的地方 还有在我的口才方面 我还要继续去锻炼 我叫高少盟 我是一名理工男 因为一次工选课 我了解了专利 比较急贯穿了整个大学生活 两年多的时间 我从一个一无所知的小白 成为了学校拥有专利数量 最多的人之一 也因此 我的个人事迹 被海南电视台所报道 我觉得台上的老总们 除了会对我的专利感兴趣之外 还会对我的学习成绩产生疑问 因为毕竟 专利会答应我 在校的很大一部分时间 在台上 我会就具体的专利内容 我的学习成绩如何 及我在校的时间分配 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期待着我的表现吧 高绍蒙男23岁河北人 邯郸学院大四 机械设计制造级 自动化专业 大家好 我叫高绍蒙 是来自河北 邯郸学院的一名准毕业生 在大学期间呢 我曾多的在国家级 以省级的比赛中获奖 也曾自主申请 并授权了20项专利 同时我还送过外卖 当过家教 也曾在六十项上工作过 通过参加比赛和申请专利 培养了我的创业意识 通过丰富的实习经历 增强了我吃苦耐较的能力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想寻求一份关于结构设计 或者创业设计之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 今年毕业吗 对 今年六月份毕业 这上面写你是个小小发明家是吗 算是吧 来 把他的那个奖状拿上来 然后再说一下资料 因为他很多发明 非常多 这三个都是省级的比赛 然后都是一个 这个是全国三岁大赛 然后得的是省赛的特等奖 这两个也是省赛的 这个是那个三岁大赛 那个十周年的精英联赛 然后一个是二等奖 一个是特等奖应该是 对 然后剩下是一些在学校里边 获得奖项 第一张那个相方车那个图片 是我们参加那个 英语行政策技能大赛 那个初赛的那个一个作品 然后这一图片 是我自己用这种软件画的 这第三个图片呢 是一个专利 然后它已经授权了 它的名字叫 锁体可移动的防导门 它的背景是这样了 就是我发现 小偷只要想开市面上的锁 他都能找到那个锁孔 然后我就让这个锁体 在锁上门了之后 可以上下移动一小段距离 然后那个小偷就找不着锁孔了 生闪了吗 没有没有 只是在 只是申请了专利 但后来说 你在富士康工作是吧 对对 干过暑假工 就是在流水线上 那为什么会想着去干那个呢 当时是大一升大二的 那个暑假 然后就是想挣一些钱嘛 然后学校有一些招工的 然后就去了 还做过鞋井 对对 怎么又想着去做鞋井呢 也是因为想挣一些钱 然后就去了 小伙子 就是你取得专利也好 参加三地图形大赛也好 都是为了求职 对对 之后能有更好的结局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现在家境给大家说一下 家境到底怎么样 家境不算太好吧 因为是农村的 主要收入还是靠种地 然后还是靠我爸打出去 打一些零工 基本上是这些收入吧 那这个学校对于 你们这些喜欢搞发明创造 有专利的同学会有奖励没有 有 你受过奖励的资金有多少 两万 所以你做这些发明创造 其实也是更多的 为了改善经济负担 一个小的原因是 然后还有一个大的原因 就大的原因是因为我 原先在大二的时候 然后从网上看过一段这样视频 就是介绍一个大学生 然后他有多少多少专利 然后我 第一反应是挺羡慕 然后我也就照着去做了 一方面又是精神荣誉感 一方面又是有实惠 对对对 那这个 你们在你们学校 是不是搞发明创造的 风云人物啊 是 有电台电视台报道过没有 我找到 海南电视台报道过我自己 你找他们报道的你 你还蛮有宣传意识 你怎么找的呢 有些人摸门都摸不着 他那个海南电视台上面 他是有一个节目上面 他流出来的一个电话 他说就是如果要有新闻线索的话 可以打这个电话 那你怎么跟他们说呢 我是那记者的 你来跟我说说 记者您好 就是我是海南学院的学生 然后我是自己在学校申请了 当然是12个 12个实用性专利 你在一些比赛中 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然后记者他就觉得不错 然后他也记下了 他说回头 我跟领导汇报一下 上进的感觉怎么样吗 感觉挺好的 今天呢 今天我是想听一下 各位老总们 对我的意见就是 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 然后再就是找一个工作 毕业之后的工作 你一直拿着话筒想说 我要帮他说几句话 这孩子太老实 我找到这段新闻了 我看完了 人家电视台为什么采访他呢 是因为大雨 把井盖冲没了 出现了很多人身伤害事故 他做了一个实用吸行专利什么呢 一旦这个井盖被冲完以后 底下会弹出一个柱状物来 就像出现一个地栓一样 做一个提示 雨中行人 骑行的时候避让 所以大家呢 为什么报导他呢 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专利 比较有时代意义 比较有发现社会问题的能力 照你这么说呢 就变成了你打了一个电话 人家就哈哈跑回来 你报道去了 你把一挺有意义的事 说得这么没意思 我也是罪了你知道吧 在职场里面 表达能力非常重要 无论任何一个岗位 你的这种沟通表达输出 我觉得这个都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我觉得这位选手欠缺 我有不同的看法 我都觉得他挺耍小聪明的 他耍什么小聪明的 对啊 就是说因为他是看到别人 这个因为知识产权过后 然后再去研究 知识产权的写法和撰写的方法 其实他并没有研究技术 你想想再帮他证明 他不耍小聪明 因为他要是一个 这么会钻营投机的人 他就不会在台上说得这么烂了 你别以你的心度他的腹 好不好 他真的没你一下 我说啥他都认 我说你就是为了找工作 是 我就是为了找工作 这样的人还要有小聪明 让你一掃 好了 行 行 行 少少盟同学 你刚才这个对话中间 就体现了一件事 你不是想得到一点学习跟提高吗 记住你前面的路中间 有三个关键 第一 贵人提携 第二 朋友相助 第三 小人扎吱 记住了啊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你第三说的是谁 不过 不过启明说的 并不是说空穴来风 你进入这个 发明进入这个社会 的确是会又受到质疑 你当时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应用 对不对 你希望用在生活里边 用在这个 这个大家生活的改善 或者这个环境的改善上面 那么你不 你去打电话给电视台 你是不是还打电话给厂家 让他把发明变成一个实用的产品 销售出去 有没有这个这样的想法 对啊 转换了没有吗 你问这不就行了吗 有过想法 但是还没实施呢 因为我最看中的是 近期授权了这个 房门门那个 之前呢 我感觉 实用价值不算太强 因为我当时 一开始申请的时候 过于追求专利数量了 然后近半年吧 我才就是往专利的质量方面 你看说明 证明我讲的还是对的吗 人家自己这样靠自己 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有什么问题吗 而且人家这么 人家就为了那两万块钱的赞助怎么了吗 没问题 对不对 又没啃老 又没干什么 对不对 而且我还觉得他长得有点像你呢 年轻的 好了好了好了 你对于刚才那个 扎米汁的那个老板 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告诉你 其实我是在帮助理 你让他说嘛 你让人家说一下 我真的要说一句 其实我真的是在帮助你 如果说你会写专利的话 你在这个舞台上 你的工资肯定不会低于万 那你老说人家学校小聪明 你对他有什么话要说 我觉得张总 对我的描述还算 比较不错 因为就是 如果要是所有人都说我好的话 那我可能没有什么 往前发展的机会 你也知道他说你不好 或者是 有人说我身上的毛病 或者缺点的话 我更容易往前发展 你境界比他高多 对 你今天要求薪资多少 现在实习的话是三千就行 那有地域限制吗 最好是在北京 来 第一轮选择去后来 还有九盏灯 来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准备了什么 我想具体讲解一下我的专利内容 来吧 防落物蹲变器 蹲变的时候防止掉东西下去 对对 然后就看这个第四页的图一 然后在旁边脚踩的部位 加一个四的那个突起的东西 人脚如果要是踩上的话 它会把这个四带动一个闪成向下的位移 然后通过这个二这个连杆 然后还有这个连接二的这个弯向轮 然后它会给右边这个六这一半 然后有一个水平的位移 人脚既然一踩的话 它又会产生一个力 然后它又会带动这个 十二十三十四这样的连杆机构 然后把这个下水道这个孔给堵上 它万一跟那个落下去的东西 跟那个粪便在一块 你堵着它有什么用意 人一站起来之后 然后脚踩步有一个弹簧 它会通过弹簧那个弹里 然后把它张开 就通过这个连杆机构 算了听不懂 只有我跟你专业一样 是机械工程机自动化 估计其他人都听不懂 我是能听懂 可能是我的原因 他后来给我们的资料 我们都除了河满 没有人看得懂 因为河满是学这个专业的 所以其实我们经常也会说 你再拿一份资料 再给别人看的时候 这是你面试的一个敲门砖 对不对 那你就要知道 别人能不能看得懂 别人想看的是什么 其实他没有一个同理心 就是这个在职场里 也非常重要 陆老师 我看这个以后 我反而对他好像有点疑问 你要把一个发明讲清楚 你要让别人能理解 现在这个方法 没有人能理解 这孩子今天表现出 最大的弱项 就是表达能力差 对 这种上面的话 你可以有文字 语言表达能力不行 不要紧 对吧 但是你要用文字 用图来去把你的想法 表述得很清楚 你倒是可以去 加强一个什么演讲课 不太知道别人要 训练自己的表达 所以人家知道自己的短板 所以找新闻记者 来到报道自己 我个人偏内想 然后站在台上之后 脑子一片空白 然后我需要在以后的时间 多去 向他人去讲解一些东西 然后提升我讲解的能力 来 老张 你先那个性格评估 在这个舞台上 一个能说会道的选手 当然受我们的喜欢 当然一个人能表达好 是好 但是我们要考量 他更重要的方面 这位选手呢 他更多的是喜欢面向 一些机械啊 工程啊 或设计 是内向的 那我们没必要要求他 有什么样 能够表达得多好 他的特征表现在 在研究和技能这一块 更多就像一位工匠型的人物 的这种信息特征 很明显一个呢 是有挑战 还有呢 技能方面也有为突出 还有呢 创新这一块 是他的一个特点 自我评价还不错 就是在能力自信方面呢 得分低 比较自卑 他这种自卑呢 更多呢 还是来源于 中学 从初中到高中的时候呢 母亲对他 总是要拿别人好的 来给他 跟他比 总说他这不行 那不行 导致他 很没自信心 还有呢 就是职业清晰度 是不高的 这一位是智常小白 所以呢 这位选手呢 他的能力方向呢 更多是在 机械这些事情 跟人打交道 他是一个弱项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 因为这里 我觉得去增花那儿 最靠谱 它是做户外运动品牌的 你能不能 现场考一个 想到一个 跟他有关的 一个小的创意 就可以 我们除了这个 服装设计 我们还有帐篷啊 睡袋啊等等这些 每年我们都会有 很多的更新 就是我想 如果徒步的话 可能需要一些 类似于洗澡的 这类的东西 我想就是 依靠人的重力 然后在人的脚底 然后有一个 水盆类似的东西 然后人踩上去 依靠人的重力 然后把水 往外挤出来 可以洗澡 如果说到淋浴 到那个地方了 直接那个放在上面 直接下来 不就完了吗 为何要踩呢 有一个水龙头放水 往上搭一点 不就是了吗 你是说边走边洗 这一两分钟时间 确实包响 然后只是 突然想起了 一个偶然的想法 其实作为一个实习生 三千元的工资 可以让他试一试 看看他除了嘴不行之外 动手能力到底强不强 要注意他找的只是个实习生 三千元的工资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你还有五盏灯 不错 来 许夏琳给职位 可以提供的是 实习的场景协计师 Flob Design 谢谢 我爸到家给你的岗位是 你求着这个岗位 叫做 机械 机械创意设计 这个岗位好不好 行 谢谢 谢谢 在我们苏巴酒店产品部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实习的岗位 行 谢谢你 丧猛 斯凯勒户外这边 我们除了这个服装设计 我们还有一个叫装备开发部 不仅仅你可以去做一些发明 然后去更新 做一些设计 而且还可以把你的产品 我们可能全部都要生产出来的 而且今年我们正在申请 这个研发机构认证 所以你要过来的话 就可以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 好 好 谢谢 我刚才把你的这个图 发到我们公司 专门撰写专利的人 给他看了一下 他说你只能说有点基础 说专门给你 这个熊上网旗下的 知识产权部门 然后呢 专门为企业家 写企业写这个 撰写专利的专员 然后呢 我会让师傅带一带 好 谢谢 那三盏 两盏 谢谢 有景森花段东谈前不上感情 我觉得真话挺适合她的 请揭晓 五千 六千 有问题吗 我想问一下邓老板 就是我职业发展 大概是哪样的方向 我觉得其实还是取给你自己 我是觉得你应该往专业方向走 而不是往管理方向 明白明白 我觉得家庭服务是一个非常 广阔的领域 如果你能从这个家庭里边 最挑战最困难的生活服务 解决这个角度开始 我觉得你的专业的 都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来 把另外的三盏灯亮 让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的薪资是多少 张启明 五千 五千 四千五 把四千五灭 这两位老板 你还可以选择他们其中的一个 代替他们俩当中的一个 当然也可以选择不代替 思考十秒钟 你的答案是 不代替 好 好吧 最后考虑一下 做出最后的选择 同样什么样的 斯凯乐 五八到家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想要斯凯乐 去吧 我想要斯凯乐 一开始先学习一些东西 然后把自己技术知识打扎实 就是努力工作 然后争取三五年之后 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作品 图老师我能说两句吗 说 我觉得他最吸引我点 为什么一直在挺他 因为他认真 他在试图努力 拼命地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包括战上他不适合的这个舞台 所以后面的答案已经告诉他了 他赌对了 所以我觉得呢 今天这个舞台说明什么呢 就是认真的人 想改变命运的人 他总有回报 对不对 所以我也希望很多人 能像他一样 最起码他在努力地 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一点是他身上最大的优点